Hello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同胞们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呢我是吃了饭了又有话要说 就是想起来昨天上班的有一件事 不就是这样 我是整天聊上班的这件事 你没听烦吧 瞎聊 因为就是 饭后有八卦人 今天这个事呢我挺头疼的 是因为 如果你在班上遇到同事偷窃 该不该和老板说 我选择了不说 这话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小男孩 如果是经常看我视频的 朋友们可能知道 我经常提起他 他就是那个借我二十磅钱 说你下个周 不下个周 我过几天你上班来以后我给你 然后一拖拖拖了两个多月 最后我没有办法 我给我那个小经理 当时还有那个小经理 我就和小经理说了 小经理呢给他打了电话 他才把那二十磅钱还给我 就同样的这个男孩 他就是比较的 有英文就是比较的chicky 就是比较的chicky 就是比较 也不能叫调皮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他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年纪也不大 你说他没钱吧 他和他女朋友都在我们班上上班 他能花三百多磅 两百多磅 给他女朋友买那个podora的那个像 那个手链 然后什么都是名牌 他怎么样花他的钱 这个我不说 因为人家每个人花钱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如果借了同事的钱 你怎么都得还 你还就快一点 没法说 他是怎么样呢 上班好几次了 不是第一次是这个样 他比方说他下午六点该吃晚饭了 吃晚饭他去买那个从我们超市买喝的买可乐 买三明治 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他拿到我那个当时我在那个卖烟卖彩票的地方 他跑到我那去 他说啊 他说啊大胖兔 你先把这个 这个扫完了 扫完了 我没带钱 我告诉你 没有事 你给我那个save the transaction 就是说把这个 这三样东西呢 就是save transaction 就是有的客人呢 比方说 我忘记拿钱包了 在我车里 你稍微等我一下 五分钟 十分钟就回来了 但是这个如果是进行这样操作的话呢 就是必须保证一个小时之内 还是两个小时 他必须把这个调新码再一扫 如果是你没扫 那么因为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这个logging number 他就知道是哪一个员工有这么一项操作 而这个钱呢 我不清楚 因为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cash office的人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知道 就是钱比方少了 我同事说 有的时候那些 那些tails 还有经常就是少几百磅的情况 我就想你不查摄像头吗 摄像头都有很多 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搞的 但是我敢确定的就是head office 或者是如果是总部或者是经理局查的话 一定会看到这个save transaction没有刷 他真是挺讨厌的 我当时也在下一次的话 我想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跟他说你直接拿走得了 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想付钱 因为他不止一次这样做 他说我的卡在我女朋友的车里 可是他女朋友两点就下班就走了 你明明知道你也是员工 你也知道一个小时之内 你不把这个条星码刷一遍的话 你不付这个钱的话 第二天你再去刷这个条星码 就提醒你就作废了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付的这么一个概念 还有好几次也是 他就是从我们的 从那个卖烟的地方拿了烟 拿着就跑 还有那打火机也是 有的时候拿一个打火机出去抽烟 我不说吗 人家这种人抽一千次烟都行 就因为他和一个就被下毒的 那个女的关系呢 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我不说吗 全体员工都知道 他的八个小时上班 顶多干活就三个小时 剩下五个小时 都是贴的那个下毒女 那个屁股后面 跟着他掏近火 你别说英国 你跟他贴的很近 你和人家关系走得好呀 那么人家就有五十磅的奖金 我不跟你说 到现在他不会给我的 所以我因为这个 我也不会向领导反应 就算是这个员工 跟我关系不好的话 我应该也不会向领导反应 因为我觉得会让他 有可能导致他丢饭碗 再一个呢 会导致其他的员工就会想 你看他 他背后捅人啊 他就这么说 你会不是很好 而且呢 我就知道他跟经理的关系呢 又这么好 就是这个女经理吧 要是关系不好 他经常被客人投诉 而且有一次呢 他就是表现很过分 在那待了没有半个小时 已经被两个客人投诉了 就是甩脸子又干嘛呢 结果那个女经理呢 就出于 出于不是客套 出于义务吧 就下去问一下 他就 就在那骂 甩着手 看那个样子 甩着手骂 那个女经理呢 待会把他叫出去 两个人抽了一口烟 回来又成了好朋友了 这英国公司也是 也可能是我待的这个地方吧 他看人 见人下菜碟 什么叫见人下菜碟 你像我们这种人 靠这份工作来养家 那么他对你呢 就会 比较的严厉一些 你像这些学生吧 反正人家觉得 能干就干 不干 还有 家里养着 啃老也无所谓 这也不见的就是你的 他对你呢 就态度不一样 再一个呢 就是说 经常拍他的马屁啊 跑到他后面 人家是过生日 你不管什么聚会 都跟着去 真的就管用 他对你当然就特别的好 不是说 我不清楚政府机构 会不会这样 但是据我看来呢 也差不了太多 绝对绝对是管用的 他这不就说吗 他说啊 我明天就付了 我说明天 你那个save transaction 那个调新码 就不能再用了 他说 哎呀你放心吧 如果就是说 如果要是总部来问你的话 我就说 是我 是我 跟你没关系 我想你用嘴 你是这么说 我并不想被牵扯进其中去 我不想和这件事 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他每次呢 我们其中另外一个经理 就跟我说一个男的 他说 他为什么老找你 老找你借钱 或者老问你借笔啊 借什么 我的笔也是 你又不是小学生 你每次 你记不住拿笔吗 我们这要填彩票 因为我们公司不提供笔 所以每个员工呢 都应该带着笔 让客人用 他 我从家里带着我自己的笔 分了三次 至少有三四 三四十根 有的时候都给了同事 说以后我给了 你别再问我要了 他还会问你要 我想我又不是笔筒 就像一会借你个这个 一会借你个那个 就和你去读书一样 你上学 你不知道拿笔吗 难道什么都要借别人的吗 就是有些人简直就让你很吃惊 真的很吃惊 借钱不还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糟糕 真的就是 人品 有些太糟糕 我也不是多么高尚 但是借了钱的话 最好尽快还 今天忘带钱 而且我也是 都有银行卡 你把那卡放到 放到自己的制服里边 怎么就能忘 就算一次两次忘 也不可能把 拉人家同事下水 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意 我昨天在那想 我就告诉我好朋友了 我好朋友说 他就没打算付钱 下一次你就直接就 不要save the transaction 你直接void the transaction 所以昨天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我又想想这 好加起来 他不止一次了 而且经理能不知道吗 可能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顶多 你不发觉有这样的事吗 你上班 一件事情 A可以做 B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做了 你就会受到处分 那就得看你和经理的关系远近 别人做的 你就做不得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所以不想和他们就是化成派吧 化成类什么的 你就最好就是自己一个派 也不是说孤僻 而是觉得这是想明哲保身 不掺和到里边 今天谁谁谁又翻脸了 明天又不管他 我就觉得我自己反正 只要对得起自己 老实拔交干活就行了 还有一个女的也是 我和你说我们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 那么老了 从9点一直上到晚上6点 我去上班的时候 因为6点多我还没有下班 我就让她早走一会儿 如果是可以的话 有多余的人 经理都走了 那个经理告诉她 必须待到整6点 但是你经理你也上到6点 你怎么差5分 你就把腿就跑了呢 而且不缺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能让她多走一会儿 她还说 哎呀这样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吧 我说不会的 你走吧 她本来就是残疾人 要弄着那种车子才能走 我就觉得这有一些人真是 那经理她说 那个经理和我说了 我必须待到整6点 我说啊差不多了 你走吧 所以她每次很感激我 她倒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因为她不是我们公司当官的人 但是我觉得 还是不要太过分 你说是你待到6点 那全体人员都要待到6点 你不许职工抽烟 那你怎么带头出去抽烟 所以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永远都会引起不满 但是作为我们这种土豆 老实干活的 前线奋斗的土豆来说 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就这样吧 我就是现在想一个 想想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 那就是她下一次再让我 再让我去给她这个 save transaction的时候 我就直接说 你拿走吧 我给你void 这样子 她也很清楚 第二天我今天又不上班 她就不会付了 她真的不会付 我真是我见过她好几次 拿烟啊 还有顺手拿了巧克力 吃了就扔了呢 也有 我没见她付 不下五次了 我发现她这个样子 给大家又徐徐叨叨的说了 就是像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 我能想出来的就是 还有我好朋友说的就是 她下次再找我 就不要save 那样的话就不留记录 反正不想掺货到里边去 不堂这趟浑水 但是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直接别从我这走 那有的时候 我站在自动收款台呢 她又要走自动收款台 反正我在哪 她在哪 可可 我会觉得她恶心的 我觉得可恶心的这种人 她就是 可能也是看好了 我不会给她告状吧 也可能是看好 拿人的弱点 觉得你反正怎么也不会 给她捅一刀 有可能是这样 反正因为我在自动收款台 她就只能走自动收款台 我如果要是在卖彩票那里 她就上卖彩票的那里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说这个人实在是很讨厌 不过最好的办法 我还没有想出来 下次吧 下次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只能 只能这么做了 反正我们总经理呢 和她是一个 穿一个裤筒 穿一个裤子 一个鼻孔出气的 一丘之鹤 是告不 没有 告了不但会 不但不会惩罚她 而且还会把自己害了 再说我也不想惩罚她 因为她毕竟拿的 也不是我的东西 反正就是 几磅钱 和中国几毛钱似的 几块钱吃个煎饼果子 你还在把它怎么招了呀 她又没有拿几百磅 也没有怎么招 反正就是这样过去吧 OK 今天就说说说 又说到这 就想起这件事来 不窝火 也不生气 觉得 这人怎么还这样 而且每次总是挑我 讨厌 讨厌 OK 今天就说到这吧 OK 谢谢大家收看 我睡觉去了 下次再见 Good bye Good bye 晚安